这个牛肉的做法学会了 再也不怕小野不知道吃什么了 记得一定要用新鲜的煎子肉 放进少大一点的容器里 放进冰箱冷藏一瓦 这个时候肉已经腌入底味了 然后就是增香 配方带在屏幕上咯 大火煮开 转小火煮两个半小时 这么好的酱牛肉怎么能不缩一碗粉呢 里面一共有六包料 无添加肥油炸的红薯粉 这个豆皮泡开之后口感劲道 豆味浓郁 倒入开水等四分钟 要冷却了之后再切 这样波罗一散 看 看着煎子肉的横截面 搭配着欲发不能的酸辣粉 和喜欢的人在一起 来一共这样的宵夜 一口牛肉一口粉 快做给你爱的人吃吧